回到人类世界 今天来看Focus的人物是黎智英 三年来黎智英遭到以国安法当中 所谓的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的罪名逮捕起诉 过去这位一集团的创办人 三年来遭到单独关押 星期一香港法院开始审理案件 总共要花30天的时间 看起来黎智英比过去瘦了 但是76岁的他法庭上看起来精神可以 他跟道场旁听的香港荣修主教陈日勋 还有一些亲友挥手之意 整起案件国际社会非常关注 但在法官都是港府指派 而且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 黎智英的儿子对于审判的公正性 毫不抱任何期待 多年来坚持站在香港民主第一线的 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 2020年12月遭香港国安处 以国安法罪名逮捕起诉 历经长达三年的单独关押 案件终于在周一正式开庭审理 包括国际媒体在内的众多民众 在香港西九龙法院外彻夜排队 只为取得进入法院旁听的资格 国际社会也高度关注案件发展 不但多名外国领事馆代表 到场旁听 美国国务院与英国外交部 更发表公开声明 直批香港国安法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并且损害自由人权 呼吁港府立即释放黎智英 港府则为了避免法庭内外出现任何意外 祭出最高规格为安 不但派出多支警犬与建持虎装甲车在场戒备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更坦诚 对于进入法院人士加强搜查 是为了防止旁听席上有人干扰司法秩序 据了解此前曾经有旁听人士 只因为身穿印有黄色雨伞图案的黑上衣 就遭法官裁定卯示法庭 尽管比过往绰号肥老黎的形象稍显销售 但林智英出庭时的精神状况看起来很不错 全案都用英语审讯 预计将连审80天 它是很悲惨 that Jimmy and others including my party members have been locked up for many, many, many months and years so it's very sad I think the people who are waiting trial in most cases should get bail but anyway, I hope they will get Jimmy and others will get a fair, open and just hearing It's a complete show trial the result is already predetermined 持续在海外为父亲奔走的黎智英儿子黎崇恩 坦言对这场审判的公正性没有任何期待 尤其港府近期借国安法打压一级的动作 越来越肆无忌惮 包括上周四再对五名 已经取得英国政治庇护 甚至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香港民主人士 发出百万港币的悬赏通缉令 手伸太长的跨海通缉 让美国国务院公开谴责 并强调中港当局在美国境内 没有任何管辖权 至于已经有三年 无法与父亲见面团聚的李崇恩 当前也只能借由过往的父子合照 以及翻看父亲黎智英一手创办的《苹果日报》 聊为思青之情 他也坦言父亲对自由的不懈追求 以及对香港民主的支持 这需要非常非常大的勇气 也时时刻刻鼓舞着他 我愿望父亲与父亲与我 而是与别人的自由自由 我认为 但他也忧心76岁的老父 在罹患慢性病情况下 长期深陷淋雨 健康情况恐怕不乐观 当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国安法 与黎智英案的同时 香港特首李家超选择亲赴北京 向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总理李强当面述职 高度输成态度似乎也预告了 香港与中国大陆在管制上的融合 只会更紧密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